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 也是台北市长选举 传出有人要攻击候选人的家属 而自由时报则是国民党立委 廖国栋和苏清泉 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当中 质疑有台大医院的医师 疑似涉及违法强摘伤者的器官 做器官移植 而且案子就是柯文哲 要求卫福部彻查清楚 民进党立委管碧玲痛批 国民党把国会当作选举工具 而另外卫福部也派员 到了台大医院来进行机查 国内疑似出现违法强摘伤者器官 当作器官移植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和苏清泉 二十号在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中质疑 台大医院在执行器官捐赠时 可能用了不当方式 让心脏暂时停止跳动 在蒙骗检察官取得死亡证明 严重违反医德 要求卫福部一定要彻查清楚 为了使心脏不跳动 他们先注射了这个 让这个血压下降降到心脏停止 为了要夾的器官 跟家修说这脑子了 他这外省 让家修夾到同意输了 他就把它注射起来 那个科码就把它整起来 一届出身的立委苏清泉 还拿出两份 使用叶克摩支撑的 无心跳腹部器官摘取的论文 第一作者都是科姓教授 被外界解读 是暗指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 可能涉及强摘伤者器官 不过却遭民进党立委 管毕临痛批 选举不到十天 国民党提出这种指控 根本是把国会当选举工具 对此 微服部强调 依照人体器官移植条理规定 必须经由医师判定死亡后 才能进行器官移植 但死亡判定包括 心跳停止或脑死 因此台大医院 是否在伤者为脑死前 就违法用药让心跳停止 外服部已经派员 到医院进行稽查 记者赖水平 蒋龙翔 陈保罗 台报道